在客运列车上 像床单 被套 枕套 这样的布草都是一刻一换的 今年的鼠运期间 上海连日高温 为了保证旅客们 能够用上干净整洁的卧具 洗滴场的工人们 在高温高湿工作环境中 坚持工作 把清爽 洁净送给每一位旅客 中午12点 室外气温已经达到37摄氏度 位于上海宝山的 上铁勤家洗滴场准时开工 刚从列车上换下来的 上万条布草被运进洗滴车间 主要是三件套 枕套 备单 小单 这个卧布基本上都是吸发招致 所以集中在中午时段到达 这个洗滴场 承担着长三角铁路客运列车上 近一半布草的洗滴工作 鼠运以来 每天都要清洗各类列车卧具 座位套 枕巾近近5万件 烘干运烫需要在高温下作业 产生大量水蒸汽 因此无法安装空调 我们这是100公斤的桶 就是干货也要放到85公斤以上 郑师傅负责清洗的是相对干净的布草 但有些难洗的污渍 就需要送到重污小组手里 一条一条手工搓洗 床单枕套虽然都洗干净了 但却都是皱巴巴的 在洗滴场二楼的烫平区 运烫的蒸汽让这里比室外 还要高10摄氏度 一台运烫机需要前后两组工人合作 前面的工人将卧具展平输送到运烫机 出口的工人们在对自动叠好的床单 进行接收分检 看到白白净净的布草 又上了铁路上面 卧铺上面了 又觉得很开心 谢谢